儿子意外从树上坠落摔成重伤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演戏 唯独五岁低智力的妈妈以为是真的 哭得四心裂肺 智商只有五岁的春兰每天都会在路边街放学回来的儿子 看到回来的汽车 他一边招手一边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但坐在校车上的光明却把头埋得更低 如同没有听到春兰的呼喊一般 他害怕同学们嘲笑他有个这样的妈妈 等车行驶出一段距离 光明才偷偷地下了车 他绕开大路 哪怕这样还得多走激励路才能到家 也不想让人们看到他和妈妈相等着回家 而春兰见车上没下来自己的孩子 就一直在路边等 直到天黑了他才独自走回家 到了家才发现 光明已经睡着了 他上前给光明掖紧被子 虽然他的智商只有五岁 但他知道儿子是在嫌弃他 委屈的他坐在床边哭了起来 其实他已经在努力地做个好妈妈 自从有了光明 低智力地他学会了烧火做饭 种病 做家务 他才用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地爱着自己的孩子 光明的名字是没念过书的爸爸给起的 他觉得光明是上天降给他们的恩泽 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光明 但年迈的父亲和智力低下的母亲 导致家里生活异常的拮据 甚至光明的鞋底早已磨穿 也不舍得开口让爸妈买双新鞋 五岁的春兰心疼儿子 就从垃圾堆上捡回一双鞋 虽然是别人丢掉的 开心地让光明换上 但在学校课间活动时 光明羞愧地赶紧逃离 上课时 同学们对他指指点点 他只能把脚藏在凳子下 为了不被耻笑 光明甚至光着脚做广播体操 他把那双鞋扔了 放去回家的路上 村里好心的阿姨又给了几件旧衣服 光明借过衣服没有说话 但他的内心是抗拒的 他憎恨别人所谓的善良 过度的怜悯其实就是一种嘲笑 十一片刻后 他把衣服都扔到了桥下 他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不需要多么富有普通就行 他也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妈妈 不需要多么漂亮健康就行 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责怪上天为什么给了自己家庭 却让自己一出生就活在自卑当中 一进门 春兰看到了光脚的光明 阿姨 没鞋给她的 他头也不抬得没大力妈妈 竟又穿回了自己的破鞋 好在只是鞋底破了 别人也看不到 春兰只是看着光明 也没有说话 五岁的智商使他没有成年人该有的情绪 但是光明扔掉了他送的鞋 他也是会伤心 吃饭时 母子俩没说一句话 而春兰反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没有吃饭 第二天他来到集市 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双布鞋 他开心地向到孩子 因为他觉得儿子看到心血会高兴 他徒步十几里路来到了学校 就这样 春兰的呼唤声打破了安静的课堂 看着窗外光明妈妈的举动 同学们哄堂大笑 光明又低下了头 但这次注定是逃避不了的 老师把他叫了出去 一见到儿子 春兰立即把鞋递给光明 但他却推开了妈妈的手 他并没有被妈妈的行为感动 反而担心会引来同学们的再次嘲笑 果然 班里再次传来的笑声让他觉得丢了人 他生气地跑出了学校 而春兰一直在后边跟着 他以为心血会让儿子高兴 但他却不懂什么叫自尊 更不会区分什么是嘲笑 什么是开心 他在身后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为了不让妈妈找到 光明爬到了树上 但树枝突然折断 他从树上摔了下来 春兰以为儿子是在和自己闹着玩 晃晃悠悠来到身边 但看到满脸是血的光明 他慌了闪 他拉持着光明想让他起来 但光明却没有一丝反应 春兰拿出一张纸为光明擦头上的血 他突然意识到 儿子是真的出事了 他用手捂在耳朵上学着打电话的样子 着急地给光明的爸爸打电话 押掉电话后 他无助地嚎啕大哭起来 然后一下摊坐在地上 这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公益威电影 剧情是虚构的 但为了追求更真实的反应 演员都是本色出演 他们确实是真实的母子 春兰的智商也的确只有五岁 为了让他配合表演 摄制组只能通过一两块的零钱和一些零食来引导 但光明从树上坠落的这场戏 让智力只有五岁的春兰以为是真的 他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是真实的情感流露 而工作人员为了抓拍这具真实的镜头 在他面前跑来跑去 这让他很生气 眼看自己的儿子已经这样 这些人不帮他 反而一直在身边转来转去 他拿起树枝驱赶周围的工作人员 他讨厌他们 他用手给光明的爸爸打电话 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到最后 他躲在角落里哭泣不再配合拍摄 摄制组估计重施又用零钱来引诱他 但这次他不但不要 还把先前得到的所有零钱都扔给了他们 虽然他的智商只有五岁 但他却知道金钱换不回他儿子的命 他只想要他的孩子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假的 唯独他以为这是真的 为了让春兰尽快走出悲伤的情绪 继续完成后面的拍摄 光明洗干净脸来到他的身边 看着平安无事的儿子 春兰紧紧地抱住光明 不断地在耳边询问着什么 过了许久之后才渐渐恢复平静 虽然他的智力只有五岁 无法分辨西中还是西外 但他这些真实情感的流露 将母爱的干净与纯粹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实中光明很爱他的母亲 也并没有嫌弃春兰 虽然有人会觉得这样利用 一个智力低下的母亲很残忍 但光明一家也得到了 幸福功成的很大救助 在后续的追访中我们得知 光明也考入了淮阳县的重点高中